长期以来一项关心热心公益的福伦社是有感于疫情的关系 有不少人的生活是陷入了困难 而近来特别是捐赠了18万元给领口区公所 来协助帮助弱势民众 而为此区公所也特别举办了捐赠的仪式 而议员陈明毅也特别到场是给予大力的肯定 长期以来一只热心公益的国际福伦社有感于疫情关系 不少人生活陷入困难 近来特别捐赠了18万给领口区公所 协助公所帮助弱势民众 肯定有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忍试都会缺乏生活的经费 所以我们就捐出这笔金钱来帮助我们的邻居 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弱势家庭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福伦社捐助这样的物资跟经费 让公所这边能够再去探访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家庭 为此公所特别举办捐赠仪式 并回赠感谢状感谢福伦社 而陈明议员也特别前来参与这项捐赠仪式 福伦社真的是出钱出力更用心的一个社团 那今天我知道这个福伦社还用做公益的捐献 所以我刚刚在外面再跑来跑去 我跟我回来 那社会因案角落需要帮助的部分 请福伦社多多关照 林口一定越来越好 祝福大家感谢大家 在福伦社的捐助下相信能协助不少 因疫情生活陷入困顿的民众 暂时度过生活难关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林口采访报导 谢谢